今年直接影响台湾地区台风与往年相比之下 数量少很多 清台台美没给台东带来风雨 一整天艳阳高高挂 台东大午等地区受到台风引进的西南气流影响 21号下午在大午地区 下午1点30分测得最高温度竟然高达36.9度 午后北台湾开始出现明显的风雨 但是台东却是风和日丽 相当适合出游 因为这个台风的路径比较偏北 然后它的行进方向还是朝着西北西走 所以这个台风对台东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警报单没有把台东花进警报的警戒区域 这次台美来袭 外卫环流给台东地区带来雨量并不多 但是紧接着由台风从巴士海峡拉进来的水汽 到底会为台东地区带来多少雨量成为关注的焦点 这个台风过后以后啊 整个后面是一个比较强的西南风区域 所以台风过后反而台东会下一些雨 因为西南风带进一些水汽来 所以台东台风过后会下雨 嗯就是达安人啊突破那些地方 所以在迎风面的山区 基本上还是要比较紧接一点 清台台美路径持续向西移动 在22号白天北台湾渴望脱离暴风圈的影响范围 但是紧随在后的西南水汽将有可能加带丰沛的雨量 尤其在南台东达人大午偏远山区的民众 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还是要严防好大雨的状况发生 动态新闻张家伟台东报道